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了一堂描摹时代 刻画人生的青春文学课 王蒙先生从19岁开始从事写作 著有青春万岁 活动变形人等等近百部小说 他早期写的一篇小小说《雄辩症》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讲的是一位患了雄辩症的病人看医生的场景 医生礼貌地对病人说 请坐 病人随即反驳道 为什么要做 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做的权利吗 见聊天进行不下去了 医生决定换个话题 缓和气氛 今天天气不错 但病人还是要继续抬杠 纯粹胡说八道 你这里天气不错 并不等于全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 例如北极 今天天气就很坏 刮着大风 漫漫长夜 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解释说 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 一般是指本地 不是全球嘛 大家不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吗 病人马上反驳道 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病人始终采取不合作的对抗的态度 医生根本没有办法给他看病 他句句反驳一味雄辩 但忘了此行真正重要的目的 是来看病的 而不是战胜医生的 小说虽然描写的是特定时代下的场景 但是时至今日 患有雄辩症的人仍然没有绝技 只是换了个名称 就是喜欢在言语上圣人的杠精 杠精常犯的毛病就是 自以为有见解 自以为有口才 喜欢与人辩论 把别人搏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甚至哑口无言 他自己则是大呼痛快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 争辩和反驳或许会带来暂时的胜利 但是你永远无法通过这表面上的胜利 赢得对方的尊敬呀 言语圣人的行为 一般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胜利 虽然在气势上 我们可能逞了一时的口舌之快 但是无论谁对谁错 心里都是不舒服的 想让别人真正福气 只能是一种徒劳 杠精只考虑自己的痛快 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是一种情商极低的表现 他们的举动 是在为自己的祸端铺路 总有一天 会吃苦头 触眉头 跌跟头 喜欢抬杠 也是一种病 得治 网友西瓜说 说话呢 是一门艺术 说话太直的人 容易把话给说死 情绪太重的人 容易把关系给说断了 言语圣人的人 容易把人心说凉 言语圣人 即使赢得了道理 也会伤害彼此感情 影响人际和谐 网友大帅哥 吐槽他老婆是一个杠精 有时候他一旦杠起来 他都没法搭茬 去年冬天 因为空气不好 他们家计划买一台空气净化器 老婆就问他说 买一个什么价位的好呢 他说道 现在外面空气质量那么差 咱们就买个好点的吧 要不然买那个7000的 效果肯定不错 他老婆听了 立马说道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买个空气净化器 就花7000块钱 空气是好了 咱们一家子喝西北风啊 他被老婆这么一反驳 忙改口说 那就买那个便宜的 我们同事好几个 都买了1400那一款的 他又急了 说道 你糊弄人呐 咱们家90平米的房子 放一个1400的净化器 有用吗 你把它摆在家里 当吉祥物啊 网友说 除了闭嘴 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夫妻在购物上 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 彼此可以商量着办 怎么好 怎么来 没必要咄咄逼人 把自己的意见 凌驾于对方之上 让对方只有闭嘴的份 如此的不尊重对方 即使对方闭嘴不说了 其实心里呢 也是不舒服的 双方并没有真正的 达成共识 王蒙在 《我喜欢的状态叫安详》 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 不要过分依赖语言 不要总是企图 在语言上占上风 语言解不开的 事实可以解开 语言解开了 事实没有解开 语言就会失去价值 甚至于只能添乱 抬杠 没有真正的赢家 给对方添赌 其实就是给自己添乱了 真正情商高的人 是不会干这样的傻事的 小韩 是我一位朋友的同事 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工作能力强 但是人缘不怎么好 主要原因 就是他的嘴巴上 从来不吃亏 喜欢跟人辩论 小韩公司的孙总 仅仅比他大四岁 白手起家 身价是过亿 他平时十分敬佩 尊重孙总 这一天呢 孙总的一位朋友来公司 孙总让小韩和另外两位中层领导 一起到会客室 喝茶聊天 在聊天中 谈到一个热点事件 小韩和孙总的朋友意见相左 两个人开始争论开来 小韩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 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气氛 极其尴尬 无奈 孙总劝解道 我是让你来陪客人的 不是来争论的 朋友走了之后呢 孙总批评小韩 你也太不尊重我了 小韩说 孙总 我对你一直很尊重啊 孙总说 你就是这样尊重我的呀 我的朋友来做客 你竟然和人家争论不休 把人家搏得无话可说 你就高兴了 哪有你这样接待客人的 你不尊重我的朋友 其实也就是不尊重我 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呢 小韩这才知道自己错了 连声向孙总道歉 面子是一个人的尊严 很多人利益可以失去 但是面子不能失去 喜欢言语圣人者 总想着博导别人 维护自己的面子 根本不考虑对方的面子 殊不知 不给别人面子 自己最终也会没面子的 法国哲学家 拉罗什夫科曾言 若想树敌 就胜于你的朋友 若想交友 请让朋友胜于你 你只想着言语上胜人 连面子都不给对方 对方怎么会愿意 做你的朋友呢 问题的关键就是 日常沟通不是辩论 没必要分跟你输我赢的 有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当一个人始终 要在言语上胜过别人的时候 他说话的目的 就不再是为了沟通了 而是为了战胜别人 把辩论赛的那一套 拿到日常人际交往当中 不仅不会让别人觉得 你很厉害 还觉得你自以为是 偏执狭隘 不但不佩服你 还会产生反感 远离你 仔细想想 始终在言语上胜过别人 除了满足一点虚荣心 获得一点虚妄的成就感 还有什么意义呢 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里说 普天之下赢得争论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避免争论 不抬杠 不去做无意义的争论 不仅能让自己 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而且还会避免树敌 引发人际摩擦 避免争论才是高情上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 说唱歌手周炎 曾经一度脾气暴躁 只要有人惹了他 或者看不起他 他就会一直跟人争论 甚至动手 直到对方闭嘴为止 但是他发现 即便对方闭嘴了 给他的依然是轻蔑的眼神 他终于明白 靠争论和拳头 永远不可能征服别人的心 他果断地远离了 低层次的争论 而是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最终他获得了 中国有嘻哈的冠军 一举成名 此后虽然网上 仍然有不少的质疑 甚至辱骂他的声音 但是周炎很少回击 他说 我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 就知道 没必要生气了 我赢了 丹尼尔·戈尔曼 将情商这个词 在大众领域普及开来 被称为是情商之父 他将情商分为了五大类 其中两类指的是 识别他人情绪 同理心和换位思考 以及处理人际关系 也就是让人与自己相处 感到舒服 轻松 快乐 和热情 避免争论的人 之所以情商高 就是因为 他们具有同理心 能够与人换位思考 不想以多多逼人的言语 给对方造成尴尬 而是让其体验到 沟通的轻松快乐 高情商的背后 是善良 情商高的人 有一种看破不说破 知人不争辩的教养 体现了 对别人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的尊重 所以 情商高的人 总能让与之相处的人 感受到舒服 享受到体面 世界顶级思维艺术中 有这样一段话说 当你将要陷入 顶撞式的辩论漩涡里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绕开漩涡 避免争论 你不可能指望 仅仅以摇唇骨舌的 口头之争 来改变对方 已有的思想和成见 把细枝末节的小事 当作天大的原则问题 来加以辩论 是因为我们坚持成见的缘故 只要你争强好斗 喋喋不休 坚持争论到最后一句话 就可以体验到辩论的胜利 可是 这种胜利 不过是廉价空洞的 虚荣心的产物 它的结果 是引发一个人的怨恨 和亲近的人 言语争锋 怎么争都是错的 和旁人争 多是没必要和徒劳 余生很贵 不要太较真 不要去浪费 不去计较谁输谁赢 不去争个谁高谁低 不去变个敬畏分明 是一种高情商 也是一种 活得通透的大智慧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或者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